2005年,斯姆屋顶回归到安阳应许举办特展 已经85岁的吴裴文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顶见面 并且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顶 这位老人就是斯姆屋顶的发现者 1939年3月的一天 家住安阳的吴裴文和同伴在自家地里无意间挖到了这个顶 由于当时安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 为了防止日本人发现 他们挖出来之后又把土富归原处 可是他们发现宝屋的消息还是传到了日本人耳朵里 为了不让他们掠走 吴裴文把顶埋在自家朱圈下面 随后又花了200大洋买了一个假顶 埋在了当代发现的地方 结果日本人来了之后 以为这个假货是斯姆屋顶 于是高兴地抢走两世 后来经过多年抗战 真顶一直被埋在朱圈下面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决定挖出江顶上交民国政府 1948年大顶在南京博物馆首次展出时 曾受到蒋介石亲自站台欢迎 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 准备把斯姆屋顶运往台湾 因为大顶足足875公斤 太重慌乱中被遗弃在南京飞机场 后被解放军发现又被送回南京博物馆 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 斯姆屋顶便立即调往北京 他也在众多的博宝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国博的镇馆之宝 也结束了他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涯